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 今天這個單元要為大家來做介紹的是 電腦繪圖合成以及動畫 剛我們介紹的是以2D為主 那我們就從免費的繪圖軟體 也就是所謂的綠色軟體 開始做介紹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Inkscape 或是 Krita 那這兩套雖然都是免費的 但是它的功能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強 那首先講的是第一套 Inkscape 是在做向量繪圖使用的 那所謂的向量繪圖就是 它放大之後不會做失真 也就是說你可以依照你需要的解析度做輸出 然後再到印刷公司給它列印出來 我是做印刷 那第二套是Krita Krita就是一般的配圖軟體 那它的地方 就是它強項的地方就在於說 它可以模仿各種筆觸 它的等級接近於Painter 那Painter的話就是用 配圖筆或是我們的螢幕 觸碰筆來畫圖 那Krita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樣的筆觸出來 本身它又不正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動畫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動畫功能之間切換 比如說你要看到上一張或下一張的一個圖片 你可以模仿它畫出來 也就是說在格子跟格子之間可以做一些觀摩 看上一張動畫怎麼做出來的 然後到這一張要怎麼去處理它 下一張要怎麼處理 所以Krita不僅是有仿真的繪圖筆刷 因為它也有做動畫的功能 另外我們來介紹一下一些付費的繪圖軟體有哪些 那前面兩個就是Clip Studio Pen以及SAI 2.0 那這兩套版本的話都是付錢的軟體 那目前是一些公司在使用的 那它的價格相對上是比較便宜 相對於我們的Painter 那Painter目前到目前版本是2019年的版本 所以前面這三套都是針對我們的一般繪圖軟體 強調的就是它的點證式繪圖 那他們可能有些是著重在畫漫畫畫插畫等功能 甚至有些也可以做到動畫功能 那在國外的話比較有名的是Tombin Harmony 那這一套的話就是一些大型公司在用的 因為這套軟體本身價格也不菲 所以它是採用是粘角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學到最後面的話 你想要做更高難度的動畫的時候 因為這套本身是向量繪圖軟體 不僅有筆刷 然後它也可以做向量的修改 所以本身這套是非常有價值去學習的 那再來就是Animate CC 2018 那這套是繼Flash這樣的向量軟體所承接下來的 那它本身除了就是做一些互動式媒體之外 你也可以拿它來做向量動畫 所以它的強項是在向量動畫 而不是在繪圖這一方面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Photoshop 那Photoshop本身具備有繪圖的功能 但是可能沒有像前面幾個那麼好用 那因為它的主要功能是在於修圖 或是做一些合成 比如說一些定影片的一些合成 你可以把一些環境跟房子一些造型合在一起 做出一些很特別的效果 那最後大概就是所謂的Illustrator Illustrator的話也是處理向量使用的 所以它本身也具備有動畫功能 那Photoshop本身其實也可以做到動畫功能 然後另外可以處理3D物件 所以以上是針對這些付費軟體的簡單的做介紹 接下來讓我們來介紹一下 Photoshop的一些基本功能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我們新增一個繪圖圖層 那我們希望在這邊可以增加一些效果 那我們新增了哪些效果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一般YouTuber比較常用的一些效果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火焰的一些效果或漸層 那這是產生一個這樣的一個效果出來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邊框加上一些白邊 好這樣就產生兩種效果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按右鍵去選擇我們要的一個筆刷 選完之後我們可以畫出一個叫做BS 我們來輕輕的來寫看看 那目前的筆刷大小我們已經調好了 就是這樣的大小 我就直接寫BS 大家看一看有沒有很像我們這個電玩遊戲裡面的一些畫面 挑戰的畫面 那這是我們簡單跟大家做介紹